美国东南部地区昨天接连遭到十几股龙卷风侵袭 其中阿拉巴马州的里郡更是重灾区 当地一个小镇几乎被移为平地 死亡人数增加到23人 还有几十人下落不明 搜救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受灾最严重的伯雷加德社区触目所及 全是破瓦残骸 这座拥有大约一万人口的乡镇 几乎被龙卷风移为平地 这命死伤惨重 目前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搜索工作持续进行 灾民在志愿工作者的协助下 返回满目疮痍的家园收拾惨局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 其中一股过近阿拉巴马的龙卷风 是较为罕见的楔形龙卷风 强度达到EF4级别 也就是风力超过17级 能够轻易摧毁建筑 房屋或车辆 这也是美国近六年来 最致命的一场龙卷风 破坏范围达到方圆数公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委员会 为阿拉巴马州提供及时援助 而阿拉巴马州长艾薇也承诺 将会加速救灾力度和协助灾民重建家园 另外气象局警告 除了阿拉巴马 乔治亚 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州 这两天也可能出现龙卷风 提醒防灾单位和民众提高警惕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